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海上核爆 然而地动山摇之后 把剑却毫发无伤 一艘老式巡洋舰 如何在核弹攻击中奇迹幸存 我就拿你德国最好的战舰 我就来试一试它 到底你能不能抗罗烟子弹的打击 延迟两颗深水炸弹仍若服其事 上战场誓死如归却不见敌手 欧根亲王浩的离奇经历 为何如此不科学 有的时候 手榴弹就落在了身边 它就没有爆炸 这也就造就了它的传奇和运气 海上大战被英军完全忽视 无事可做却自己半路摔跤 自信满满的欧根亲王浩 为何屡线尴尬境地 英国人就认为 德国人你胆再大 也不敢跑到我门口 跑到我嘴边来送死 天生胆大闯入丹麦海峡 神奇走位 令英军攻击全部补空 一路玩命的欧根亲王浩 如何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 做到大难破死 今日沙场为您精彩讲述 欧根亲王浩巡洋舰 一次次遭遇险境 又一次次幸运逃脱的 诡异战士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核弹核弹炸不成的 古异战舰 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如果为世界上威力最大的 杀生线武器是什么 相信你一定脱口而出原子弹 我们都知道原子弹的破坏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枚装载着上万吨天体当量的 炸弹一惊爆炸 方圆几十公里内的建筑 即便是再坚固 也将在一瞬间的功夫化为废墟 不过就是这个全世界威力 最具毁灭性的超级武器 却在一艘老式的巡洋舰面前 吃了一剂闭乱羹 它的名字叫做欧根新王号 1946年当美国拿着这艘 从德国手中缴获的试阳舰 作为原子弹试验的法舰时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艘军舰在连续经历了 两次原子弹的攻击之后 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而令科研人员感到无法理解的是 去抱心近2000米的欧根新王号 从外表上看不出来明显的损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令他在核弹攻击下躲过一劫 在这艘连核弹都拿他没辙的老式军舰身上 究竟还发生过哪些 堪称不科学的诡异战事呢 走相关话题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45年5月8日 随着纳粹德国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完成签字 包括欧根新王号巡洋舰在内的多艘德军军舰 也一起交给了盟军接管 半年之后 根据战胜国对缴获的轴心国舰艇 抽签分配的结果 欧根新王号成为美国海军的财产 马上失望美国波士顿 让欧根新王号上的德国舰员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当他们的军舰抵达波士顿之后 美国人却将这艘老式的军舰 重新整修一番 甚至还特别找回了一些 德国投降后离去的舰员 几名德国船员 甚至还被当地的广播电台请去 做了一个面向全美直播的节目 为美国观众介绍 欧根新王号二战期间的战斗经历 很快 德国船员便放心地乘坐 欧根新王号执行一项 被美军称为重要的任务 在欧根新王号航行的途中 早已放下警惕的德国水兵们 手里握着热热的咖啡杯 欣赏着沿路的美丽风景 然而 就在欧根新王号逐渐靠近目的地的港口时 这些几分钟之前 还面带笑容的德国水兵们的面色 却变得严肃起来 他们朝着岸边定睛一看才发现 欧根新王号即将驶入的区域 竟然是被称作死神炼狱的美国核弹试验场 而他们搭载的欧根新王号 将在这片威力无边的太平洋原子弹试验场 试验一种被称为囤属的新式武器 我们注意到在德国投降之后 无论是德国的水兵 还是欧根新王号一起划给了美国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的水兵和德国的水兵 共同出现在一艘战舰上的场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一方面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语言不通 同时之前还是敌人 那么怎么样去完成这种合作呢 王老师 我觉得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第一呢 这艘军舰是德国制造的 一艘军舰呢 它要是投入战斗的话 它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训练 这样的话 德国人在这艘军舰上经过训练 又经过几次实战 美国人呢 需要有人给他们当教练 美国人呢 又是这条军舰的主人 所以说他要需要指挥它 去管理它 使用它 这样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美国和德国人的混变情况 所以等于说 德国士兵是帮助美国士兵来熟悉一下环境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后来呢 这个美军试验原子弹呢 是在二战结束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说当时呢 作为靶劫来讲 美军应该是有很多选择的 为什么最后选定了是欧根齐王号 是这样的 我们说世界上的第一颗原子弹呢 是1945年的 那么这个造成的巨大的这种破坏力啊 对世界上是一个巨大的震惊 那么所以美国看到了 这是一款非常厉害的武器 可以用这个 也就是当时只有美国有原子弹 它是一种垄断的地位 我有了这个原子弹 我美国就是世界上的军事第一 我就是老大 那么我应该发展这种武器 那么这种武器我们知道 就是它在第二次后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在1946年的7月 也就是它研究出来原子弹以后 一年以后它准备继续试用 那么我们看到啊 就前三颗这原子弹 第一颗是在新墨西哥州实验的 那么第二颗是扔到了日本的广岛 第三颗扔到了日本的长崎 这是三颗都是在陆地上爆炸的 而在海上它还没有试过 在水下它也没有试过 那么这个原子弹扔到水上之后 也就是在海上爆炸之后 会对水面舰艇 所以对水下的潜艇 造成多大的破坏力 它没有说啊 所以欧根亲王后 就被内定为它的试验品了 这德国人还挺高兴 德国人说咱们也加入美国海军了 是不是到时候将来也是光荣的一员了 实际上他们想错了 它现在是作为靶剑 要去当靶子做实验的 看来这个欧根亲王号 注定要成为核弹实验的牺牲品 不过就是人们眼中威力无穷的核武器 却拿这款老式的德式战舰 没有了办法 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短片去看一下 在欧根亲王号抵达太平洋 核弹实验场地之后 舰上的德国船员 随即被命令全部离舰 并迅速被美国军方的士兵一一带走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欧根亲王号 即将被拖进核弹实验场的靶场的时候 美国海军的士兵却出人意料地 将这艘军舰开进了位于费城的造船厂 直到1946年2月初 欧根亲王号都在进行着相关的改造工作 其中既包括了火炮系统的升级 甚至还涵盖了雷达系统的改造 一时间令人们对于这艘军舰的未来命运 摸不着头脑 不过在美军高层看来 这只是欧根亲王号为最后上路所做的准备工作 1946年7月1日 欧根亲王号被运送至比基尼环礁的靶场 在经过相关的调试工作之后 早上7点 一场针对原子弹空爆的实验工作即将敞开 而此时的欧根亲王号 已经被固定在了原子弹预先爆炸区域的核心位置 经过一阵紧张的倒计时 早上9点 一架B-29向靶舰舰队投下了一枚原子弹 原子弹在水面上518英尺引爆 整片海域犹如地震一般 被核弹的威力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然而在经历了一阵堪称毁灭一般的爆炸威力之后 工作人员却发现 据爆心仅一千多米的欧根亲王号巡洋舰 却奇迹般的只受了一点轻伤 依然在水面上飘荡 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既然美国已经选择 这个欧根亲王号作为原子弹实验的一个靶舰了 那么为什么之前还大费周章的给它进行一个修复呢 它扔到了日本广岛长崎的这些原子弹呢 是把日本的这个城市给毁掉了 人员大量伤亡了 那么到底在海上它有多大的威力 美国人是不清楚的 所以现在到底这个原子弹在海上爆炸以后 是不是会产生陆地上这样的效果 美国人心里并没有数 它必须要用最好的战舰 你像德国的这个欧根亲王号是最好的这种巡洋舰 所以我把你一切都修复成一个能作战的舰艇 首先我要检查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你的这个舰体能不能抗住原子弹的打击 其次在原子弹爆炸以后 你上面的这个舰炮 因为当时还没有导弹 所以主要是舰炮是它的主要武器 舰炮你能够生多大的打击 再有一个上面有通信设施 有雷达呀 这些东西会不会由于原子弹的爆炸 就是这些电磁的干扰 把你的这些东西都给破坏掉 所以美国人一定要用一个真实的 能作战的舰艇来进行检验 他只有进行完这种检验 他才能够确定 如果我在未来的战争中使用这种原子弹 我将会对海上的舰艇 特别是这种大型的作战舰艇 有多大的毁伤力 在多远的距离里边 能把这个编队给毁掉 因为海上作战当时讲的都是大的舰艇 巡洋舰 战列舰 都是讲的这些大舰艇 那美国人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之后 他才能知道这个效果 所以他一定要把欧根秦王后修好之后 我才能进行实验 我拿到的数据才是准确的 所以说为了完成这个实验 应该说美国人也是费尽心机 另外就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欧根秦王后 应该是距离爆炸的爆炸心 只有一千多米的距离 可是在这样的距离当中 我们发现 基本上欧根秦王后是毫发未损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认为做实验是科学的 也是严谨的 之所以欧根秦王后没有受到大的伤害 就是美国人在实验的当中 我们考虑到了 不想把它一次炸尘 而是还有后续的实验 只是想得到一些数据而已 如果说想要把欧根秦王号炸尘的话 它可以把我们原子弹的位置放得更靠近一些 我认为这是首要的 第二个呢 就像曹老师所说 这艘战舰它经历了好几次战争 都没有被击沉 说明它装甲很厚 据说有80毫米的装甲防护 两点说明这艘战舰不会被轻易击沉 所以我们说欧根秦王后 确实成为了核弹爆炸的一个幸运儿 而在此过程当中 这艘幸运的战舰是躲过了核炸弹的一击 而紧接着第二次的核炸弹又借重而知 我们继续往下看 7月25日上午 针对欧根秦王号的第二次核爆实验即将展开 科研人员怎么也无法相信 在经历了威力如此巨大的核弹攻击之后 欧根秦王号巡洋舰却依旧可以安然无恙 上午8点35分 为了再次印证核弹实验的数据 第二场被称为原子弹水中爆炸的实验准时上演 这次原子弹将在水中20多米深的位置引爆 随着一声巨响 海平洋的海面上再次泛起死身般的核弹亮光 周边的大量船只被水下的这枚核弹瞬间摧毁 但是科研人员同样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据爆心仅2000米的欧根秦王号依旧完好的浮在水面上 甚至从外表上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的损坏 在见识了欧根秦王号惊人的生存率之后 科研人员只好将这艘核弹都炸不死的军舰拖回了船户 一个月之后 宝经磨难的欧根秦王号正式退役 随后被拖往胯甲灵环交 虽然船身基本完好 但是却沾染了核弹的投射 再也没有人敢去接近它 也许是核爆实验中所受的内伤开始发作 三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 这艘人们眼中的不尘战舰 竟然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中损坏了舰尾 并导致严重舰水 侧倾一度达到了35度 就在美军将其拖往船户修理厂的途中 欧根秦王号突然发生了轻浮 令美军士兵感到奇怪的是 这艘连核弹都没有炸毁的战舰 却在这一瞬间突然沉没了 我们说第一次躲过核炸弹的攻击 如果算是幸运的话 那么应该说连续两次躲过核炸弹的攻击 并且是安然无恙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么王老师我们想知道的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能让 欧根秦王号接二连三地躲过这个鬼门馆呢 我认为还是科学家给他创造了奇迹 就像上次所说的 我们第一次躲过去 是他有A计划 后面还有B计划 还有C计划 到了B实验之后 发现他预想的C实验 他的一些基础条件被B实验当中破坏掉了 所以说到了B实验之后 第三次C实验没有进行 我们看美国进行的两次实验 一次是在海面上进行的实验 第二次是在水下进行的实验 那么欧根秦王号呢 这两次实验 他都没有被炸沉 他距离核爆的中心 大约一千多米 这个核爆的爆炸点 大约是五百多米 这个爆炸的 空中爆炸 爆炸之后距离他一千多米呢 就是其次产生冲击波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 是从舰手来的 还是从舰的侧面来的呢 很有可能是从 就是舰手的侧面来的 那这样的话呢 冲击波的速度呢 并没有就是强大到 把这艘舰给它吹翻 因为我们知道 建筑物往往是一个平面 所以它在陆地上 强大的时候可以把它 但是舰呢 你看它是一个这种弧形的 它的这个就是遮挡锋利 或者挡这个阻碍的 那面并不是很大 所以冲击波呢 也没有把它给掀翻 那第二个 这个结又躲过去了 所以你第一次的 水面的这种核实验 没有对它造成太大的干扰 第二次是水下了 水下三十米 爆炸了一个原子弹 那距离它 也是一千多米的距离 水下的爆炸 首先光辐射 对它没关系 第二核污染 对它没关系 只有一个冲击波 那么冲击波到了水里的时候 是一种水的波来推动它 那么水波呢 推动它 并没有把它掀翻 因为它大部分是埋在水里的呀 这个浪 巨浪没有把它掀翻 也没有使它破坏掉 就是冲击波 没有把它造成一个洞 只是把它推力很大 那么包括这种高温 那么在海水里边 这种高温 更不可能把它融化掉 因为我们讲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那个高温 把三十米高的这种钢铁的巨塔 都给融化了 气化了 但是一千多米 你能把海水融化吗 不可能的 你能把海水都蒸发了吗 也不可能的 所以高温没有使这艘舰化成这种 就是铁水 也没有把它推翻 那么其他的这些核辐射的这些污染和光源 光照都没有把它造成破坏 所以两次核实验 这艘舰都躲过了劫难 就是因为原子弹的这个破坏力是有限的 特别是对这种战舰是有限的 而对人的杀伤力是巨大的 而这艘舰舰上 它现在没有人 就是这样躲过了劫难 不管怎么说 遭遇了核炸弹的实验之后 欧根清王号毫发未损 但是一次小的意外就让它传了 确实让很多人都出乎意料 不过我们说 欧根清王号还是非常幸运的 而且他这种幸运是与生俱来的 1940年7月1日 刚刚完成下水的欧根清王号 被拖住了位于德国基尔港口的日尔曼尼亚船厂 纳粹德国打算用这艘新舰的巡洋舰 作为其霸掌欧洲的海上敲门砖 不过英国海军却早已摸透了希特勒的小算盘 并紧急调遣了多架轰炸机 打算趁欧根清王号服役前 将它彻底扼杀在强堡里 船厂西装突遇夺命空袭 从天而降的英军炸弹 为何拿欧根清王号没了办法 有他的一定的幸运性的 因为机中的部位 不是他的要害部位 现身英军腹地竟无缘生死决战 爱打酱油的欧根清王号 为何一再被英军忽视 另外一个舰艇就成了他替他挡舰的一个牌子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海上核爆 然而地动山摇之后 把舰却毫发不伤 一艘老式巡洋舰 如何在核弹攻击中奇迹幸存 我就拿你德国最好的战舰 我就来试一试它 到底你能不能抗炉原子弹打击 延迟两颗深水炸弹仍若无其事 上战场誓死如归却不见提手 欧根清王号的离奇经历 为何如此不科学 有的时候手榴弹就落在了身边 它就没有爆炸 这也就造就了它的传奇和运气 海上大战被英军完全忽视 无事可做却自己半路摔跤 自信满满的欧根清王号 为何屡线尴尬尽敌 英国人就认为 德国人你胆再大 也不敢跑到我门口 跑到我嘴边来送死啊 天生胆大闯入丹麦海峡 神奇走位 令英军攻击全部空空 一路玩命的欧根清王号 如何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 做到大难不死 沙场推出 核弹炸不沉的诡异战舰正在播出 两次核弹攻击都拿大没辙 愣是被一次小小的意外给装成了 您说这世界上还有哪艘军舰 比欧根清王号更加奇葩 不过呢 要说到这艘军舰 与众不同的服役历程 那就更加让人犯于所思了 1938年 当这艘军舰还在船场西装的时候 就连吃了两颗 英国海军发射的深水炸弹 但同样意想不到的是 他却若无其事地 照常完成了服役 而这也令欧根清王号 从诞生之日起 并开始显示出他躲过灾难的好运气 1940年7月1日 在数十名德国造船厂工人 加班加点的抢工下 才下水不到一周的欧根清王号巡洋舰 并开始进入了西装的环节 而这完全源于希特洛下达的一项指令 他要求造船厂在最短时间里 让新建造的欧根清王号巡洋舰赶快服役 不过 德军的这一计划 却被英国的情报机构获得 并秘密组织了一支轰炸机编队 准备在欧根清王号 还没有服役前将其摧毁 当天下午 一支英军轰炸机编队 突然出现在了德国日尔曼尼亚船厂上空 并很快找到了正在船厂西装的 欧根清王号 转眼的功夫 多枚炸弹从天而降 其中的两颗顺利击中了 欧根清王号的船身 在完成了轰炸任务之后 英军战机迅速调转航向 班师回朝 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在连吃了两颗英军战机 投下的炸弹之后 欧根清王号的服役时期 竟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一个月后便进入海军蓄力 但这却仅仅是欧根清王号 一路离奇事件的开始 1941年5月24日 丹麦海峡之战打响 德军欧根清王号巡洋舰 与比斯麦号战略舰 在与英国海军的过招中 将英军王牌战舰胡德号击沉 而德军的比斯麦号 也在战斗中受伤 德军认为 应该让比斯麦号返回船厂 进行维修 而欧根清王号 则继续与英国海军进行作战 在与比斯麦号分开之后 由于陷入了孤身作战的境地 刑丹影知道欧根清王号 对于英军战舰的一举一动 都格外小心 然而一开始 欧根清王号 还能在遥远的水平线上 看见追踪他的英国军舰的身影 监获还有一两架 不明身份的飞机掠过 但是从当天的19时37分开始 英国皇家海军的情况报告里面 竟然再也没有提到欧根清王号 5月29日 欧根清王号发动机出现了问题 正好顺水推舟地 结束了中大西洋之旅 于6月1日灰溜溜地返回布韦斯特 王老师我们注意到 应该说在欧根清王号 还没有服役的时候 他就显示了自己躲灾 必灾的好运气 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 在这个船厂当中 建造过程当中 就吃了两颗英国的炸弹 怎么能说后来还暗示服役呢 我认为是他的运气 也就像咱们现在的一些老红军 成为将军一样 他们经过枪林弹雨 有的时候子弹就打在这帽灰上 就没打中自己的脑袋 有的时候手榴弹就落在了身边 它就没有爆炸 这也就造就了他的传奇和运气 第二个呢 我认为啊 对方在攻击的当中 没有专门针对他进行 专门的训练和专门的炸弹和计划 所以说呢 造就了炮弹和炸弹的威力不足 对他的破坏性不足以使他沉默 第三个呢 我认为还是有他的一定的幸运性的 因为机中的部位 不是他的要害部位 任何军舰 任何包括人 他都有自己的要害部位 如果攻击不到他的要害部位 他是会只会受一些轻伤 不会伤害到他的生命 或者说对着这件 造成沉默 重大损失的 我们终于在服役后的第一次战斗当中呢 当时呢 这个欧根亲王是没有被英国击中 甚至都 当时英国都没有在意他 就是这样呢 我们发现最后是因为自己的故障 他是灰溜溜的跑回了基地 刚才我们说到了 这艘军舰是这么的结实 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甘假的一幕 其实啊 这个事情呢 当时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个欧根亲王呢 还有和另外一艘的这种巡洋舰 就是贝斯曼号 这个进行一块作战 那么当时呢 就是英国人呢 恨得咬牙切齿的 就是贝斯曼号 因为他把英国的这个舰 打沉的太多 所以呢 英国人就抓住 就是死死死的咬住贝斯曼号 就是盯着他要打 而欧根亲王呢 就没有成为英国舰队的一个 主要打的一艘舰艇 所以呢 就是另外一个舰艇 就成了他替他挡舰的一个牌子 第二点呢 就是他也想去打英国舰队 他转了半天呢 又没找着英国的舰队 因为英国人都在追另外一艘舰艇 追另外一个编队 所以呢 他转悠了半天呢 又没有找到英国的这些舰艇编队 这个又使他呢 就是自己在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想打英国人的时候 找不到对手 他在这个海域上就是这么转 但是呢 他也是参加了战斗的 而且呢 长时间的在海上进行这种航行 结果呢 由于他也是出场并不太久 马上就进行参战的一艘巡洋舰 所以呢 这个前面没有挨打 他要想打别人 也没有打着 最后呢 自己的舰发生了故障 也就是说 他的动力系统发生故障 动力系统发生故障 就像一个人 我上面全都还能打 就是炮都是好的 但是呢 腿坏了 走不了了 就发动机坏了 他是这么一个故障 那最后呢 只好回去吧 走不了了 最后呢 就回来了 所以他没被挨打 也没打着人 最后自己回溜溜的 就回来了 而且总之我们感觉呢 其实欧根清王号 还是立功心切的 只不过呢 是英国是 确实当时是 没有特别在意他 而后来我们注意到 这个欧根清王号 再次出现在了 英国军舰面前 只不过这一次呢 英军再一次忽略了他 究竟什么情况 继续往下看 1942年2月11日 一场游西特洛亲自制定的 雷霆瑟布鲁斯行动 开始执行 这一位战争狂人命令 将一支德国舰队 取到英吉利海峡 并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 完成穿越 巧合的是 欧根清王号 也参与了这项 堪称玩命的海军行动 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 在常人看来 都无异于自杀式的行动 却在一开始进行的 异乎寻常的顺利 德国战舰 在2月11日 23点45分出发 到天亮的时候 已经绕过 柯唐坦半岛的阿格角 进入英吉利海峡 不过 德军舰队 大摇大摆地 在英军地盘里航行 还是引起了一架 英国轰炸机的注意 2月12日10点42分 一架英国伯夫特使轰炸机 在巡逻过程中 发现了德国舰队的位置 尖此状况 这架英军战机的飞行员 赶快向英军本部 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发现 然而 在收到该条情报之后 英军基地里的指挥官 却根本不相信这份报告 认为德国人 即使吃了豹子胆 也不敢将舰队 穿过英吉利海峡 而这给了德国人 更多的时间 直到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英国基地 接到另外一架飞机的报告 英国指挥官才恍然大悟 但此时德国舰队已经近在眼前了 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 当时本来有一架英国的飞机 是发现了欧根秦王号 但是把相关的消息 传达给基地的时候 基地对于这样的消息 是完全不相信的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样就是有两个因素 导致了英国不相信这个情况 首先我们说多份海峡这个地方 是英国和法国交界的地方 多份海峡这个地方很窄 如果要是你去看 就是英国到法国这个杜伦 包括它的 优势斯大就是那个 欧洲之星的火车 也是走的这个多份海峡 这个底下的水下通道 所以说明这是 就是英国和法国 最近的一段距离 那么在这个多份海峡这块 由于航道很窄 英国人就认为 德国人你胆再大 也不敢跑到我门口 跑到我嘴边来送死啊 因为你去的话 这么窄的这个海峡 你的军舰要敢从这过的话 我无论出动飞机 还是出动军舰 都可以在我家门口 把你击成 这是英国人忽略的第一点 就是没有想到 德国人居然敢这么大胆的 在白天把自己的舰艇 从多份海峡开过去 第二点呢 就是天功作美 因为在这个 德国的军舰通过的时候 正好是低云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是它没有卫星啊 只能靠飞机侦查 那么低云这种情况呢 飞机是由于云遮物照 它看不见底下 就是德国的这种军舰 从这里过 所以它飞机呢 即使可能也在巡航 但是由于这个云遮着啊 给德国人的军舰 成为一个保护伞 所以这两个因素 就导致了英国人 不敢相信第一次的报告 那么第二次又发现了 说这个确实是德国人的 这个舰艇 咱们必须得打了 所以你把时机给耽误了 这个舰艇已经跑出去很远了 那这个时候才认为 这两架飞机都看见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呢 英国人这时候赶紧采取措施 派出军舰 派出飞机 赶紧去打 采取这样的措施 已经有些晚了 另外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按理来说 对于德军来说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 就在欧根秦王号进入英国的腹地 来到了英吉利海峡的时候 当时呢 处在海峡对岸的英军 可以说是毫无动静 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难道真的是灯下黑吗 这就是我们古代孙子兵法中 所说的初期不易 公其不备 别人都想不到 只有他们敢做出这个计划 所以说 它是一个初期不易的计划 就是这个计划 造就了英国人想不到 想到了 或者看到了 不相信 造成了对他的直接观察 不清楚 朦胧胧的看到了 会造成判断失误 不知道是我们的军舰 还是对方的军舰 就这样呢 欧根秦王号是毫发无损地 来到了英国人的眼皮子底下 不过呢 缓过时而来的英国人 不可能容忍他这样 大摇大摆的航行 那么很快 一场针对欧根秦王号的 猛烈的攻势 即将拉开为幕 在确定了德国舰队的 具体方位之后 英国紧急出动了 皇家海军的多艘战舰 对这支德国编队 在短时里进行摧毁 而此时 德国舰队已经驶入了 多福尔海峡雷区 英国的鱼雷舰 早已埋伏在此地 这里将是德国舰队 最危险的禁区 由于在雷区中无法机动 如果遭到攻击 将处在非常被动的状态 不过在英国人 姗姗来迟的攻击面前 欧根秦王号 却用一次不可思议的表现 让这一切煞雨而归 诡异战舰雷区大战 凌波微步 究竟是什么救了欧根秦王号 战斗已经打响了 他们的飞机舰船 才开始发动 曾经不沉的战舰 成为德军最后的稻草 欧根秦王号 如何在无舰可用的怪圈中 完成最后的险误 他没被挨打 也没打着人 最后自己灰溜溜的就回来了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海上核爆 然而地动山摇之后 把剑却毫发不伤 一艘老式巡洋舰 如何在核弹攻击中奇迹幸存 我就拿你德国最好的战舰 我就来试一试它 到底你能不能抗助 火焰子弹打击 延迟两颗深水炸弹 仍若无其事 上战场视死如归 却无见敌手 欧根秦王号的离奇经历 为何如此不科学 有的时候 手榴弹就落在了身边 它就没有爆炸 这也就造就了 它的传奇和运气 海上大战 被英军完全忽视 无事可做 却自己半路摔跤 自信满满的 欧根秦王号 为何屡线尴尬尽地 英国人就认为 德国人你胆再大 也不敢跑到我门口 跑到我嘴边来送死啊 天生胆大闯入丹麦海峡 神奇走位 令英军攻击全部洪空 一路玩命的欧根秦王号 如何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 做到大难不死 沙场推出 核弹炸不沉的 诡异战舰正在播出 欧根秦王号一路大摇大摆的 航行是英吉利海峡 而迎接他的却是 沿路上风平浪静的美景 舰上的官兵 怎么也无法相信 自己竟然就这样 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毫发无损地 驶到了英国人的家门口 不过英国人的爱里不离 也是有限度的 眼看德国战舰 已经兵临城下 一场空前规模的狙击行动 即将上演 2月12日12时 德国舰队驶入雷区20分钟之后 迎来了英国皇家海军 姗姗来迟的第一轮攻击 5艘英国鱼雷艇 在烟雾的掩护下冲向对手 但在一阵快速奔袭之后 却无意能突破驱逐舰和鱼艇的屏障 见此状况 6架舰鱼式鱼雷机迅速升空 试图用鱼雷 致德军战舰于死地 但同样离奇的是 这些轰炸机 竟在飞行过程中 全部被德军防空火力消灭 此后几个小时内 皇家空军出动了 多达550架次的轰炸机 但在德国海空军的凶猛火力面前 无补煞狱而归 16点43分 一直由5艘驱逐舰组成的 英国驱逐舰中队 在路德丹外海 再次试图攻击德舰 但德国舰队凶猛的火力 却将他们打散 令英国驱逐舰仓促之间 释放的鱼雷全部落空 狂乱之中 欧根七毛号的203毫米主炮 和105毫米副炮 反而击中了英军的沃斯特号 令后者舰上起火 不过所幸的是 凭借自身的动力 挣扎着返回了英国武港 激烈的海空战 一直持续到当天的18点 此时已经夜幕降临 眼看英国海军 即将发起新一轮袭击 德军舰队随即调转航向 趁着夜色向德国 跟头开始撤退 终于在午夜时分 进入了德国海域 不过就在此时 沙安霍斯特号和格奈森党号 却在行驶的过程中 先后触雷 不得不被拖进船物进行修 而欧根七毛号 却再次全身而退 整个过程中 甚至连一颗英军的炮弹都没有吃到 另外我们说呢 在当时英军是占据天使利利的 可是对德军发起的 多达五百五十架次轰炸机的攻击 应该说英军最终都是煞雨而归了 那么王老师 在您看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最终瓦解了一次又一次英军的攻击 我认为这次战斗 它不是一个伏击战 而是一个仓促的遭遇战 所以说呢 它准备不足 没有计划 没有预案 当发现舰队已经通过的时候 它还没有做好春分准备 也就是说战斗已经打响了 他们的飞机舰船才开始发动 也就像我们搞了一次成功的突袭一样 都要达成突然性 在进攻的当中达到突然性呢 进攻方是要做过诸侯的准备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首先它没有做准备 不是一次伏击战 而是一次仓促的遭遇战 第二个呢 我认为火力不足 在飞机 在舰船 在案件炮当中 他们的火力是不足以和欧根秦王号对立的 甚至不可以消灭 这样呢是他逃脱了一次豪杰 第三个呢 我认为啊 欧根秦王号的火力和防空炮火 非常强大 抵抗中了 飞机的轰炸 抵御了他们的炮火袭击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 在行驶到英军部下的雷区的时候 德军另外两艘战舰 应该说是全部都出雷了 只有欧根秦王号应该说是神奇的 避开了所有的埋伏 那么曹老师 在您看来 欧根秦王号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啊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点啊 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点就是英国人 首先他布雷是为了干什么 英国人布下的水雷啊 实际上我认为 他主要是防止德国的潜艇 来对他的军港进行偷袭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多份海峡的时候 在英国这一侧 有个多份军港 那么这个地方 海域很窄 那么他是防止德国的 这个狼群战术 比如说有潜艇啊 来偷袭他的军港 你偷偷的进来了 我不知道 我能喝水雷 你要过来的时候 我就把你炸了 所以呢 一是英国人的布雷的区域 可能被欧根秦王号的舰长 他判断出来了 就是说我不去走 偷袭你的路线 我去走一条公共的 这些船的航道 水深 而且呢 航道宽 我走这样 是对自己安全的 第二条 我在航道的判断上 我应该是偏中哪一边 当然这里边有运气 我就走的这条航道 就是你英国人 没有布雷的 所以这两点决定了 欧根秦王号 就是没有出雷 他就安全权的 从豆腐海峡就过去了 这是因为我们分析到的 这些原因呢 让这个欧根秦王号 应该说又非常幸运的 躲开了雷区 但是我们说这种好幸运 并不能保证 他时时刻刻 都是顺风顺水的 那么曾经就有一艘战舰 因为欧根秦王号的幸运 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究竟什么情况 我们去了解一下 1944年10月15日 随着德军在苏德战场 节节失利 原本远离战场的波罗的海 也嗅到了越来越浓的硝烟味 于是 隶属于训练舰队的 欧根秦王号重巡洋舰 莱比锡号轻巡洋舰 和第六驱逐舰队 被抽调出来 组成第二特勤舰队 负责支援波罗的海 阳岸的德国陆军作战 然而 在编队出发后不久 弥漫在海上的大雾 影响了军舰的视线 欧根秦王号的舰手 结结实实地 扎进了莱比锡号 清巡洋舰的舰体中部 几乎把对方结成两半 两艘军舰就这么卡在一起 漂浮在波罗的海的水面上 损管人员紧急出动 花了14个小时 才成功地把他们封开 侥幸在此期间 始终没有遭到盟军的攻击 这次碰撞 给欧根秦王号 带来的是半个月的修理 而莱比锡号则要悲惨得多 他从此没有恢复正常 只好作为浮动炮台使用 1945年3月 弹泽和格丁尼亚附近的战事 达到了白热化 而雪上加霜的是 这时德军的大型战舰 或被击沉 或瘫痪在港内 欧根秦王号成为德国海军 可以出动的最大舰值 在抵抗苏军的猛烈进攻 欧根秦王号所有火炮一起开火 即便是还在维修中的 莱比锡号轻巡洋舰 这个时候也在格丁尼亚 作为浮动炮台 不得不和欧根秦王号并肩作战 在整个3月和4月的战争 开始的几天里 该舰总共发射了 4871发203毫米炮弹 和2500发105毫米炮弹 甚至超过了1944年10月以前 4年多发射炮弹的总和 4月4日 欧根秦王号执行了 最后一次暗轰任务 打光了所有的203毫米炮弹 好进了弹药的重军营舰 留在前线 已经没有多到一 欧根秦王号先是返回基尔 然后与吕索夫号 一起前往施尾阴蒙德 最后单独驶往哥本哈根 然而 当欧根秦王号抵达哥本哈根之后 战争却结束 1945年5月7日 欧根秦王号与在哥本哈根的 其他德国舰支 一起向盟军投降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事故当中 欧根秦王号的舰守 是一头扎进了莱比锡号 而且几乎是让莱比锡号 断成了两截 而自己应该说 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损伤 那我们想知道 双方损伤的比例 或者说损伤的情况 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跟一艘舰艇 建造的 就是哪一部分比较坚硬 哪一部分比较受力 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知道一条舰艇 它中间是一条龙骨 那么前面舰守呢 是一个尖的 就像一个刀锋一样 它是很锋利的 而且舰守的这些 就是钢板呢 是比较厚的 所以我们看 欧根秦王号 他是用舰守 撞在了别人的侧面 也就是左旋或者右旋 撞在人家的侧面 他自己首先舰守的 这个钢板就很厚 而且呢 他的这个舰守呢 就相当于一个刀的 刀锋 那么他的刀锋 去砍别人的时候 别人是这个侧悬 那么侧悬的钢板 首先就比较薄 就不如他的这个 舰守的钢后 所以呢 他自己的舰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别人的舰呢 可能就要就此沉没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撞了别人之后 自己没有受重伤 而是轻伤的这个原因 那么王老师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于 欧根秦王号的故事 可以说他多次度过危机 化险为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说呢 这艘战舰是非常幸运的 那您觉得 他的这种幸运 只是客观上的幸运 那么他主观的这个因素 究竟占了多少比重 这艘战舰呢 防速是32.5节 速度比较快 打的时候跟得上 跑的时候跑得拖 这就是他的主要传奇 从两次与核弹擦肩而过 到二战期间 堪称诡异的征战经历 欧根秦王号 中国的双面间谍 他一人分饰28个角色 成立了一个特别庞大的 间谍组织 然而实际上 竟然是登峰造极的谎言大师 破绽百出的情报 赢得德军空前的信任 他怎么才能成功破坏 德军的战备计划 让盟军成功登陆 与我万点 沙场敬请收看